陈奕涵向贾静雯道歉,会离结了婚的人远一点。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叫陈奕涵,外号大发的这个女孩,但是自从陈奕涵在微博晒跟贾静雯的老公修杰凯还有女儿步步的合照后,大家对陈奕涵的好感度大胃降低,现如今终于勇敢地站出来道歉了。 大家之所以会对陈奕涵露着修杰凯拍照那么反感就是因为陈奕涵可能跟女性的界线分得不是很清楚,在贾静雯不在的时候露着贾静雯的女儿老公就这样打打烈烈的拍照,界线太不明,朋友之间勾肩搭背代表亲密友谊,但是当好哥们成了别人的老公之后,这种行为就是越局。 或许是性格使然,让他对待男生也能像对待闺蜜一般勾肩搭背,但是群众终归是接受不了。 而李小鹿加乃亮拍公的事件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异性之间还是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的,特别是一个已经结婚而另一个还是单身的时候,所以对于观众指责大发的言论也不无道理。 所以,搂着修杰凯的事件还只是一个影子,近日在三星的发布会上,陈一涵跟刘以豪双双出席活动对于搂着修杰凯这件事做出了回应,并且进行了道歉。 但是道歉里面有一句有点逗,不知道观众发现了没有。 陈一涵,因为跟他们一家都很好,他们也会称我是他们的女儿,这次太久没有看到他们,有点玩过了头,对不起,以后会离结了婚的人远一点。 如果说贾静文把陈一涵当女儿还有点可能,修杰凯应该不比陈一涵大太多吧,也把陈一涵当女儿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呢? 希望陈一涵在男女关系上还是当心点吧,毕竟作为娱乐圈的一份子,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能毁掉之前所用心去塑造的完美形象。 就像经过这件事情,陈一涵在观众眼中那个大大咧咧,无所畏惧,笑起来干净,随时随地都要倒立的氧气少女已经有点变味了。 外加陈一涵说自己离不开男朋友,有很多前男友,很多事情经过大家的口口相传,就会转变画风。 其实整件事情中最为难的还不是陈一涵,而是贾静文,毕竟陈一涵落着的是自己的老公跟女儿,如果站出来说无所谓大家关系好,那么就会让大家想起来李小璐的事件。 毕竟陈一涵是当李小璐是嫂子,贾乃亮是哥哥的,但是现在几乎闹得贾乃亮家破人亡的也是这位贾乃亮当弟弟一样看待的人。 另一方面,贾静文不站出来回应,那么陈一涵这边又有点说不过去了,如果真的关系好到这重地步,那么为什么不站出来说明呢? 所以虽然陈一涵出在这件事情的风口浪尖,但是真正难做的其实还是贾静文,贾静文这次选择了沉默,其实可能在他看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吧。 经历了李小璐贾乃亮的事件之后,娱乐圈中中应该会掀起一阵远离已经结婚了的异性的风潮,逼近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是自毁前程,前途无望或者被封杀的结局,所以也希望陈一涵真的可以离异性远一点,李小璐就是前车之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